一艘烏克蘭註冊的補給船在星期六晚 在屯門碼頭對開海面撞船沉沒 7人獲救 但仍然有18名船員失蹤 由於懷疑有失蹤的船員 可能被困在補給船的機房內 消防派出蛙人帶同潛水裝備出海搜救 消防話首出事的補給船 原本在大嶼山以東的大小磨刀水域撞船下沉 但後來被水流衝擊 漂移到400米以外的小磨刀水域 消防已確定搜尋船的位置 但由於搜船翻轉了 加上水深35米增加了拯救的難度 因為現場的水深問題 因為我們的時間會很短 如果我們同一時間派太多蛙人下去 就會浪費了我們蛙人的資源 另外船的入口也會很窄 還有水流很急 如果我們太多人下去 他們的喉管很容易在下面 潛擾在一起 就會對我們蛙人造成危險 消防拒絕評論失蹤的船員 生存機會有多大 但事後已經動用大型的拖船 都場協助將手沉船 拖隊較淺的地方 希望盡快救出華爾被困在沉船內的船員 我們一直都有敲打船底 去看看他們有沒有反應 這些事我們一直都在做功夫 我們希望水流的速度 自然來說減慢 就可以令到我們蛙人在水底的工作 就可以有效些 但如果水流一會轉急的時間 變成他們的工作時間 就會受到很大的限制 而海事處就將會接手調查今次的意外 至於會不會和事發時的天氣 和水流環境有關 相信亦都是調查的範圍 至於意外中 同搜烏克蘭拖船相撞的內地註冊貨船 事後就停泊在大嶼山陰澳海面 船頭有撞過的痕跡 意外發生在星期六晚九點多 現場消息說 當時搜80米長的烏克蘭註冊補級船 正駛往南海遊田 當船駛對香港國際機場以東 大小磨刀洲對開海面的時候 同一艘內地的註冊貨船相撞 補級船很快就入水下沉 至今有18名船員失蹤 ONTV記者 汪峰儀報導